这个地铁站就是我八年之前刚来北京每天上班要坐的那个地铁站 我每天早晨大概六点钟起床 六点半出门 六点五十之前一定要上地铁 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挤不上去了 前方六百米 请在道路镜头右转 进入G6辅路 八年以前我来的时候这个楼还是一个架子 看一下马拉对面 马拉对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城中村 准确的说这都在城边了 可能没来过北京的人会想 这里是北京吗 确实是 后面就是刚刚我进来的那个楼 然后那条路 我以前住的地方就是从这条路进来之后 然后到这个菜馆这向右转 也就是往面前这个方向 身后的这一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拆了 一大块空地出来了 然后原来这边呢都是差不多 跟后面都是这样的这种 其实都是村民自己盖的房子 然后出租 不知道为什么拆了 可能要见什么吧 但是 这么大一片就是全都是这种楼 中间拆了一块空地 可能只能修个公园了 然后身后这家拐角这饭店呢 以前我来过几次 后来有一次我在这吃饭的时候 然后有城管进来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消防嘛 反正有什么东西不合格吧 反正那个发生一些冲突 后来好像还换了一个老板 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家饭店了 这都很多年过去了 以前在这边住的时候呢 就特别怕下雨 一下雨你看啊 这个整个街道 其实垃圾啊特别多 然后下雨的时候就积水 那鞋之类的 你穿什么鞋都没用 就是又脏 然后又水深 原来这个位置以前是一个四川人吧 卖熊肉大饼的地方 特别好吃 然后还不贵 现在好像看样子已经换人了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离街道就是相当于这个里面的闹市区很远 要走非常深 我现在已经走很远了 然后身后呢 是一家二手家电回收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这里买一些洗衣机啊 或者说小的煎冰箱很便宜 超级便宜 当然也可以买一些小电视 可能几百块钱就下来了 非常便宜 因为这个地方住的普遍都是相对来讲 就是刚进入社会或者整个收入还比较低一些 虽然已经八年过去了 但是这里的街道呢 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走过来虽然七拐八拐 但是可以一下就找到我住的地方了 就在前面左转一个小屋头 本来前面白色的门那个位置是一家小饭店 以前我下班的时候经常会来这个地方吃 因为它比市区里我原来在中关村那边上班 大概要便宜三四块钱 十块钱左右就可以吃的很饱 那个时候只有发工资的时候才舍得来这家小饭店点一盘菜 因为平时都是盖饭或者盖面 然后点一盘大葱炒鸡蛋 点一碗米饭 加起来才十三块钱 非常的划算 但那个时候工资比较低嘛 只有两千块钱 时代不同了 然后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小巷呢 对 这个小巷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特别窄的小巷 甚至走一个自行车都会比较困难 这个楼就是8年以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住的那个楼 但不是我租的 是我高中同学他在北京上学 然后从北京站给我一路接到这个地方 我记得坐了两个小时的车 他就住在里面 这个位置的二楼 然后在他这住了几天找工作 因为这个村子嘛 它都是自己供暖 不是地中供暖 所以说各家各户呢 房东都要准备很多的这样的煤 一到冬天烧煤的时候 这个味道就特别恰 然后房东一般白天都不烧 都是朝晚才烧 就省钱嘛 顺着这个小巷子往里面走 就是我原来住的地方了 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这里特别漆黑 就没有光嘛 就靠每家每户的这个小门灯 然后我是住在这 不是这个 这个是锅炉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但是现在进不去了 我 我一开始住在一楼 后来搬到了二楼 这个楼是 一楼就是 就是你看它是夹在中间的嘛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所以中间没有任何的光 一楼就是完全漆黑 不管你是中午十二点还是几点 只要你伸手就是一定不见五指 必须开灯 所以这个一楼跟地下室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就住在了 看到这个二楼了吗 这个的后边的那一个 有一个小窗户了 但是这小窗户呢 又被隔壁的楼挡住了办事 所以相当于勉强有一点点光 然后就在这里呢 住了大概 大半年的时间 就没有在 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都没有搬过家了 现在这个房间我肯定是进不去了 但是当年呢 拍了一些照片 还是用iPhone4拍的 可以重温一下当年手机的画质啊 整个房间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放下一张床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然后后来呢 我把电脑放在那床角 这就是当时最贵重的一个产品了 每天下班之后呢 其实就是也会打打游戏放松一下 基本上这就是在这里的全部娱乐 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确实 当时其实不太觉得很恶劣吧 现在不行了 那个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透过那半扇窗的窗外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没有太多的阳光 但是起码有亮光 后来更夸张的是 我大学室友也来北京找工作 然后我们俩就住在了一起 加了一张床 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只说睡个觉 其他的活动空间基本上就没有了 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就是拍了一张下雨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地上的积水 真的是最讨厌最讨厌就是下雨 因为下雨的时候这边实在是环境太恶劣了 当时之所以把房子找的这么深啊 就因为邻近街区那边已经没有房子了 我是2011年的2月份来到北京 当时是也是春节之后嘛 就是很多人都来这边工作 所以说房子非常几缺 你别看这么多这么多的房子 这么多 你说上面每个都是六层 因为都是自己盖的嘛 然后就基本上都是盖到六层 然后里面非常多的小房间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也是一房难求 转角遇到你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有年代感 这个牌子从我来的那一天就有了 到现在还在 外面太冷了 结尾我就来车里面录一小段 重新走了一下八年前自己走的这条路 说实话还挺感慨的 有时候还能看到当年自己的那个影子 现在又是二月底 整整八年的时间 然后很多的大学生可能又要面临这些找工作呀 实习呀这个阶段 不免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地方叫史歌庄 但它并不是最出名的 当年最出名的这一类的地方 叫唐家岭和小月和 我第一次知道这种地方的时候 是在一本叫做乙族的书 蚂蚁的乙 贵族的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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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乙族的书 然后聚集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少说 也许有十几万人 也许更多 其中有非常多都是刚毕业的学生 里面非常多稚气的模样都在 绝大多数人真的不是含着街要时出声 这些都是很多人要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毕竟你走过去之后 再回手来看你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 都是你人生中非常好的一个绿练的经历 只要你能够扛得过去 这都不算什么事 最重要的还是说 能够坚持你内心 所梦想的 想要追求的 然后记住一点 就是年轻 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假设 也没有这种如果 但是就是 真的能让八年的时间 换回当初的自己 即使重新再来 我觉得我也不怕 因为真的是有年轻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 当然我现在也很年轻 我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当打之年 对吧 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 也成为压力了 不知不觉我们 也开始同事了 和我 Pam同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